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代表着一种记忆或手艺 随着年龄增长 面临人亡一失 为了让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延续和发展 辽宁24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抢救性记录工程全面开展 现已完成16名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 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城高桥项目传承人行传配 以及自己的高桥团队 在沈阳文心院小剧场里 认真地观看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为自己拍摄的影片 回顾这些片子我们很受感动 这就是为了我们中华民主5000年灿烂文化 积累了抢救工程的一些宝贵的资料 好多传承人存在着人亡亦亡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好多代表性的传承人 像刚刚过世的善田坊先生 他是一代评书大师 那么他走了之后这个记忆就通过我们的影像留下来了 我们是在他走的前一年拍到了五个小时的口述时 据介绍拍摄的传承人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年龄最大的92岁 在拍摄的过程中 有三位传承人去世 因此抢救性记录工程非常紧迫 在传承人的配合下 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文献片 综述片和工作卷宗在内的系列成果 他每个人至少要有五个小时的口述时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项目实践 也就是他在整个项目当中的一个活动的过程 一个展示 再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教学传承篇 辽宁2016年开展此项工作 目前已经完成林园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刘景春 北京评书传承人刘兰芳 善田芳 俯新玛瑙雕代表性传承人李鸿斌 千山寺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红振人 朝鲜族农乐舞代表性传承人金明焕等16人的拍摄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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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